大家好,歡迎來到 單元寺第三小節 過去台灣的重大颱風事件 過去台灣的重大颱風事件 包括 八區水災 葛勒里颱風 塞洛馬颱風 平恩颱風 八一水災 賀博颱風 象省颱風 陶瓷颱風 納利颱風 民督裏七一二水災 以及 最近六一二水災 八區水災 民國48年 8月7日 台灣中南部 因為連續好雨 造成大水災 8月7日一天 九六梅林的降雨量 達到一千零一毫米 嘉義大湖鄉 在八月七號的晚上九點 當一個小時內降下了176毫米的雨水 八區水災的災區涵蓋 新竹、苗栗、台中縣市、南投縣、芳化、雲林、嘉義、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總共造成669人 367人失蹤 受災民眾高達41萬97人 財產損失為34億元 佔當時全年國民所得的總值超過十分之一 等於當時台灣全省一年的總預算 把積水災造成台南附近一片水槍折果 當時美軍出動 直升機支援救助 1963年 葛樂里颱風造成224人失望 颱風在淡水河上游 八林江下1044毫米的日雨量 和當時世界最大日降雨量 菲律賓碧1168毫米 非常接近 災區橋樑沖尾房屋倒塌 接近兩萬五千棟 損失高達14億元以上 1977年 台灣颱風史上 陸線最怪異的颱風 是中央氣象局歸列的第七類颱風 中度颱風塞後碼 66年7月25日 9點10分 在高雄登陸 沿著中央山脈向中部移動 下午2點 在台中出海 造成 南部重大災害 總共 37人死亡 房屋倒達近兩萬六千棟 總損失達到 數十億新台幣 曬露馬颱風 最令人覺得可怕的地方 是因為颱風是逆時針 因此 當它走第七號路徑的時候 整個中南部 會在颱風的吟風面上 台灣海峽的水蒸氣 會被颱風減進 到西南部 因此造成西南部的重大災害 在76年 10月23日到27日 平安颱風 雖然 它沒有登陸台灣 卻因為 10月份 東北季風 環流共犯效應 造成 北部大雨 海峰 在 10月21號 關島 西方行程 到了 23號 開始影響台灣 在 10月25號 通過八字海峽 並在 恒春西南方 海上滋留多時 代表 颱風 蓄積能量 吸收更多的 海面上的水蒸氣 落下來的降雨 這樣就非常驚人 這時候環流逆時針方向 在北部 與東北季風 產生共犯效應 雖然 平安颱風沒有直接登陸 但是 台灣東北部 因為 東北季風 共犯影響 造成 豪雨水災 台北市民生東部一帶 嚴重淹水 台北市基東河水門 無法關閉 在台北地區造成 51人死亡 12人失蹤 損失高達400億元 民燈 颱風使得 台北縣西指市 基隆口沿岸的土地 全部被洪水淹沒 812水災 83年 8月12日 發生 稻隔颱風 南部 因為稻隔颱風 引入 強盛西南汽流 連續 豪雨不斷 江山地區 總雨量達到 2,018公里 超過 平均年雨量 1841公里 一年的雨 這一次颱風 下完了 江山地區 泡水面積達到 1760公頃 泡水最高深度 3公尺 泡水有7天之久 中山高速公路 第一次泡水中斷 泡水的長度 達到1公里 中山高最大泡水深度 1.5公尺 交通中斷時間 83小時 損失的慘重 屬於空前 檢討這一次颱風 6號路徑來到台灣北部的時候 因為颱風是逆時針 剛好是霞田引進 強盛的西南氣球 是這一次 引發 812水災最主要的原因 鳳山到鳥松的鳳仁路居民 淹水一樓 跑到後樓避難 康山正的家經理嚴重積水 消防隊出動救生艇救人 強烈颱風 赫火颱風 於民國85年 7月31日 自敗一日 甲帶強風豪雨攻擊台灣 可能是48年87水災以來最大的天氣災害 總共51人死亡 失蹤22人 503棟房屋全島 農田流失559公頃 1266公頃埋沒 2157公頃 遭到海水倒灌 農業損失高達199億元 全台灣損失金額高達300億元 各國颱風造成 災害的主要原因是 颱風路徑 是二厚路徑 因為 台灣是歷史生 從台北桃園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佳穎 台南高雄 屏東無一幸免 德國颱風 攻擊台灣時 台北板橋大岸區中正路 及環河路 消防隊以救生艇救人 89年10月31日 巷城颱風 發生在秋天 秋台標準的秋台 因颱風外圍環流 加上 東北季風雙重影響 造成大水災 北部東半部 橫村半島中南部山區降下豪雨 引發土石流 台北縣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部分地區積水嚴重 北部單水河流域 河川水位超過警戒線 造成淹水多人死亡 新加坡航空006號搬機起飛時 能見路不佳 飛機失事離難 不包括新航事故 巷城總計造成台灣地區 死亡64人 失蹤25人 農民 漁木月損失 約新來幣35億8800萬元 巷城颱風 屬於中央氣氧局的6號路徑 當颱風中心來到 宜蘭外海的時候 流移 一時針的環流 加上 東北激風 東北激風 空盤效應 是這一次造成 豪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巷城颱風 造成 細紫症的 發炎水 民國 90年 7月30日 導致颱風 攻擊台灣 連續 十多小時的豪雨 帶來慘重的生命財產損失 死亡103人 111人失蹤 造成 農業損失慘重 高速公路 由北到南 有三個地段淹水嚴重 跨過 左水溪 以及跨過高平溪的重要橋樑 變形橋基掏空 宣布封閉 導致颱風的行進路徑 原先 預判是 左三號路徑 後來偏北 變成二號路徑 苗栗心主 以按出海池 當台灣中心 在 新竹外海 此時 逆時針的環流 引進 西南氣流 南部 橫掛 左水溪 跟高平溪 的幾多橋樑 橋基被衝斷 因此封閉 民國 90年9月17日 那一颱風 重重的攻擊了北台灣 颱風在台灣的東北方 附近海域行程 由於受到大陸高壓 及太平洋高壓的相互牽制 在高壓帶之間打轉滋留 颱風在海面上有充裕的時間 吸住了海上的水汽 以相當 詭異罕見的移動路徑 從台灣北部山 雕橋登陸 登陸 登陸之後 颱風夾帶的暴風雨 在陸地 到處流轉 移動速度緩慢 打破了怪台灣盆道滋留時間的紀錄 滋留49個小時 造成全省許多縣市平地 對金華都會地區相當嚴重的鹽水 山坡地土石崩塌災情 那一颱風 90年的9月7號 在台灣東北方 日本 有九納坝附近海域深層 8號 9號 10號 11號 9月12號 13號 9月14號 在這裡滋留打轉 主要原因是 大陸高壓 以及 太平洋高壓 互相消長 那裡颱風的中心 在兩個高壓之間 打轉滋留 兩個高壓中間 我們稱為 安行廠 到了15號 往台灣方向移動 16號 來到 山高橋附近登陸 專心穿過 台灣的 中央山脈 9月17號 9月18號 9月19號 從 高雄 台南出海 因為 行進速度緩慢 加上 逆時鐘的環流 將 太平洋 以及台灣海峽的水汽 全部關到整個台灣 從 16號 北部受到影響 17號 中南部受到影響 18號 整個台灣西部 最熱鬧的都市 都受到 馬力颱風的猛烈 無情的攻擊 馬力颱風 攻擊台灣陸地期間 為台灣各地區 帶來相當豐沛的雨量 台北車站 所無敵 看起來像一個 小瀑布 另外 在市區裡面 行進中的巴士 也被 突然的洪水 淹沒在 街道中 右上角 這是 整個 絕驗車站 跟 台北火車站 全部 淹沒在 洪水當中 民國 93年 6月23日 敏都立颱風 在關島西北方海面行程 以偏西方向移動 28日 移動返岸 30日 轉北 朝台灣東部移動 颱風中心在 7月1日 晚上10點40分 在花蓮市南方 20公里處登陸 7月2日 由淡水附近 進入台灣海峽 以北北西方向 進入東海 經過4天 變為 溫帶氣泉 台風北上期間 在7月2日到7月4日 引進強烈西南氣流 淡水而來的泡雨 對台灣地區造成嚴重的災害 明都立颱風 在93年6月23日 在關島西北方海面行程 以偏西方行動 到了28日 移動速度變慢 到了30日 受到太平洋 高壓的影響 轉北朝台灣東部前進 台灣中心在7月1日 晚上10點40分 在花蓮市南方 20公里處登陸 7月2日 由淡水附近 進入台灣海峽 這個路徑 接近專案氣象體的 6日路徑 因為 逆時中的 環流 加上 此時夏天的 強烈西南氣流 淡水而來的暴雨 對台灣西部地區造成 嚴重的傷害 明都立颱風 引進西南氣流造成了七二水災 衝掉了台灣唯一的三級古蹟橋樑 南投縣國慶鄉糯米橋 南投縣國慶鄉糯米橋 在921大地震中沒有被擊倒 反而被 明都立七二水災 衝垮了原來橋面的部分 紅色這個位置 是 國慶鄉糯米橋的橋面 本章節 講述 到此結束